大家好,我是神星的慧本 我觉得啊,普通人与那些成功人是最大的一个区别是什么呢? 普通人缺少机会 这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有很多人说了,普通人你没有能力,你没有实力,你没有天赋 你不优秀,你不上进,你不努力 但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弥补的 但是机会是最难的 不知道有没有人认可这个观念 我来这个横店,然后去象山 干了将近20天吧 18天 然后又回到这个横店 在这段时间我再思考一个问题 两天前吧 两天前 我有一时 就是早上四点到五点的时候 我有一个情况 就是我有非常强烈的那种灵感忧郁的一个状态 非常棒,感觉非常良好 但是很遗憾 那段时间我没有写完一个剧本 只写完了半半 之后这个状态就很不好 再加上这个工作时间太长了 就是出工 出了23个小时 就那个剧组非常过分啊 然后回去化妆之后又要出工 我这个状态是让我接受不了的 就是让我非常的啊 就是说感觉没有被宗众 穷众也没有被宗众 据说把这个人真的是当机器 当木头在用 就这种感觉 所以对对对这个 去对对那个剧组也很失望 对穷颜也很失望 就是让我觉得不是那么回事 对吧 不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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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样子 也没有演技发挥的空间 就是纵粹的就是混 混日子那种感觉 所以我我决定再回这个横点 办下演员之后 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 靠个特约证慢慢解写 怎么说呢 这是一个总结 然后呢 然后 本来是我想的是把这个剧本 写完完之后 我就觉得这个剧本就非常棒 肯定能能活的那种状态 但是后面 我又一想 那我把这个剧本写完的呢 我找谁去拍啊 我今天去面试 面试一个 李律师导演 要拍的一个电视 一个电影吧 名字忘了是什么了 有个面试 面试这个角色选拳的一个地方 那个人就说呢 他们选拳的标准就是流量 流量是第一标准 第二标准是升高长相 然后 就是 就是这个院校毕业 有说服力 最后才提到演技 就是说对普通人来说 普通人完全没有机会 你拿剧本给他看又有什么用呢 他根本就不认可 就是这种 这种残酷的 悲哀的这个现状 我就总结出一个 结论 就是普通人就是没有机会 普通人缺少的是机会 太难翻身了 我现在就在回想 王宝强这个 为啥他成功了呢 他还是个普通人 他有机会 他又有机会 那个 那个女球员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想不起来了 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这想不起来了 就不说他了 就这种状态 让我现在搞得很迷茫 很无奈 又在不断的 在回想我过去 过去的一切 我的种种失败的过去 现在很纠结 很麻烦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众 拜拜